来 你好 欧松阳道 今天宣布大头鹰的时钟罪啊 战术后呀 你有点回音 你稍微把回音关一关 就是把这个功放 换小一点 宣布大头鹰时钟罪 好 来 第一宗 早上有请第一宗 第一宗中罪 那就是胡言乐语 撤犊子 是吧 有没有正经罪 你先挑重的来 政治罪就是第一点 对吧 你现在天天在这里赚着我们中国的钱 然后把中国的钱就花到美国 然后不就给美国政府了 我从哪儿挣着中国的钱 你天天在这里这么多中国人给你刷礼物 我抖音收入要不要报税 不是 你报税了 你赚的钱是不是都花在美国了 有没有发展我 我给你看看我存款 我一分没花咋说呀 哥们 你捐在中国了吗 我中国有存款的 我该捐的我也捐了 我抖音上面是所有收入都是有税的 就是你在中国赚的钱 而且我报的比你多多了 哥们 我也捐 我天天也捐 我给你看一下吧 你就是屏幕上面出的这些特效 这些 这个动画的 这些刷的这些礼物 每一分都是税 我都交 我抖爹都帮我交 来 那个兄弟们给他看上个画面 弃他一下吧 来 我全点 我全点你别着急 好 不能等你一宿了别着急 你接说 你赚了钱 就是在中国赚了钱 有没有花在美国吧 看到这个动画片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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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赚在中国有没有花在美国吧 你看 我的钱全都给在账户里存着呢 你要这行不行 就掉出来查我一下子 完了 花到哪锅 来看看这些东西 来看看 这个 这都从咱家寄过来 连邮费在消费 那么小 我嘴里吃的 我身上穿的 这都是从国内来的哥们 行 那这个就姑且相信你 给我道个歉 第一件事给我道个歉 第二件事说吧 第二种罪 你把那个录屏关了吧 没必要 你放心 有高清录屏 你要要的话我可以单独发你 要不我说话有回应 这个第二种罪吧 刚才还有 不是 你听不着我说话吗 我说你把那录屏关了吧 因为我说话有回应 没有录屏 我用了这个iPad 没录屏 那你把那个功放放小点声 或者换个耳机 我说话能听着我自己回应 我说就用一个iPad 别的啥也没用 也没录屏 我录屏 你放小点声 放小点声 我说话能听着自己说话 我说话能听着自己说话 能不能放小点声 或者接个耳机啥的 来我再抽一下 就好了 来吧你开始吧 行了兄弟们 画面上一上得了 够用了够用了 不用再刷了 不用再刷了 你看着刚才那边 这出炉屋一下子 又 又又又又给国家报了好几百岁 第二个呢就是 就是你刚才那个女的啊 就是说 你们天天在这里教育我们 你们两个在国外里 天天教育我们国内的 有什么意思吗 对吧 也没啥意义 为啥没啥意义 我们今天看新闻联播就行了 还要你们教我们怎么认识吗 对吧 不是啊 你可能不需要 有的是人需要的呀 你怎么那么自卑呢 大家看着 正常人看着就是娱乐呀 为什么在你那儿 就变成教育了呢 你这是又对号入座了 又应激了 绝大多数人 对我们两个的定位 觉得我们两个是娱乐主播啊 你问问直播间 这一万多个人 谁 他们是来这儿上网课来的 还是下班以后来斗子乐的 啊 他们拿这个当网课了吗 没人觉得在教育 不是觉得我来听着挺乐呵 挺幽默吗 扯会儿鼻子 怎么到你那儿成教育了呢 不是等会儿哥们你啥声 你开始冲了 怎么苦苦的能干啥呢 你这儿属于又应激了呀这是 怎么开始冲了呢 怎么框框呢 这不是很正常吗 很正常 没事完了呢 哥们你这个属于应激反应 你这是一种应激心理 是因为你对我没有对抗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心理学的书啊 我没有必要和你这个对抗 不是 那个感谢无名之辈 别送了别送了别送了 这是特效不用让他看了 不用让他看了 没必要 这哥们这辈子没见过 对 你肯定是 你要觉得是一种教育 我告诉你我教育谁 我教育那些盲目从阳 没外觉得上美国走向能发财的人 我教育的就是这种 教育想出都出不来 然后呢气得直跺脚的人 一说美国不好 有流量完还有礼物手 教育的就是这种人 所以呢 这些人该不该被教育啊 他们有他们的选择 你们没有权利教育他们吗 那我有我开播的选择 你看他们可以不看嘛 对吧 谁请你来 今天我邀请你来的 邀请你来特别连线了 你这个慢慢慢慢你对影响力扩大吧 人家是先抖线的 然后你是蹭抖线的流量吗 我蹭走线的流量 完了 那谁谁是走线大播主啊 两万家的直播间是谁是呢 我蹭人家流量 走线的播主能播吗 走线的播主不能播 所以我能蹭着人家吗 哥们不小心说漏嘴了 说说像我们这类人影响力 影响力大了以后他们就怕了 是不是 这说到根本上不小心说漏嘴了 就怕我们影响力大 按理说这么大的一个平台有娱乐的 有搞笑的有科普的 为什么你这么怕我 我一个还有卖烧鸡的啊 还有卖烧鸡的啊 对啊 为啥这么怕我们影响力大呢 不是影响力大 你是国内说话 哎又又又又 你在国外你又 又不是影响力大了 那到底是影响力大还是不大 咱先把这个事掰扯清楚 你在德国你就好好在德国 你教育德国那帮人 你说你在抖音上你就干啥呢 你说 我没去过德国 你先把在哪搞清楚行不行 你又要说在国外咋了 哎 对外开放都写入祖国宪法了 现在都一带一路了 你说你们的反贼 连一带一路都要反 祖国母亲支持我们中国普通老百姓 合法出国 参加祖国母亲的一带一路建设 怎么着你要反吗 你的意思是你要反吗 不是 他们是非法的 抖码 抖码 抖码是非法的 抖码你在这样子的 他第三个问题都说不出来了 我第三宗罪还没听着呢 他一会就心太崩了 行我尿个尿 你看我现在心太崩了吗 对吧 我看你快了哥们 没事你还跟我说不 我和蔼 有什么可崩的 那我和蔼 你现在第二个问题是啥 对吧 你第二个问题是啥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看不惯 行吗 你看你看不惯 你可以走你的阳关道 你可以自己选择做你的大祖国哥哥们 你便没流量上别人的 只蹭蹭完还蹭不明白 对不对 你站着今天我还没听着你 我还没听着你其他的这个 你这个十宗罪里面其他的几宗 我还没听着 你站着咱俩今天呢 也得也得有个咱俩打个小赌吧 我要是我要是让你垂实了一种 我就下不个不不个了 你要让你要是一种都没垂实的话 哥们你这个欧松阳道 你这个四个字 你把这个羊我改成阴好不好 可以啊没问题 行那你接着随吧 第二个问题是啥 刚才这两个 刚才第二个已经说了吗 第二个是咋的了 我那我身为一个主播 我告诉大家走向上美国发不了财 那我那有啥不对的呀 你能保证他们百分之百发不了财吗 我能保证 否则你给我举个例子出来 他们的生命又没有结束 你现在就百分之百 他们的命运就注定了吗 那他们什么 他们又没有结束 也有可能中奖了 你他们又没有结束 那截止到现在来讲没有 那我现在说就没毛病 对吧 对吧 再一个你觉得我说走线的不对了吗 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应该说这些走线的人是吧 不是走线有他们走线的这个 他们有他们的 我问你你支持吗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你支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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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支持有什么用 我不支持 我问你支不支持走线 我们看来走线 你觉得这个事 这个事是正确还是错的 我不站队 我问你支不支持 不是 你不能鼓励也不能去打击别人 就是不能说吧 这事 不是不能说 你不要太极端 知道吧 我太极端了 首先这个事违不违法 我问你 在中国违法吗 还是在哪里违法 在哪都行 他们是中国人 他们是为国家去赚外汇去拉 对吧 你首先你知不知道欺诈欺诈入境 以及在国外打黑工这些都是不报税 这都是违法的 咱们国家是属人 不是属地 你懂不懂 他们是为国家赚外汇 属人你懂不懂啥意思 他们赚了钱 懂不懂啥叫属人 懂不懂 就只要你是中国人 你在这个地球上 任何一个地方违法 都是不行的 他赚了钱能打回国内就行吗 他回来 违法 哥们 他回来 你瞅你那个样 你瞅瞅你那厨 你还战斗力 你都说超马可的 你就你这两下子 你说你能 你但凡能正面回答别人 一句问题都行 哥们 咱们中国人 你身为中国人 他违法了是属人的 你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 不是地球 全宇宙银河系里面 任何地方违法 你都是违法 明白不 明白不明白 我发泰哥要上来教训你了 他主要是他去回来挣钱就行了 就是只要只要挣钱 不管合法不合法都没问题 不管他们入境美国的时候 骂娘不骂娘都行 来我问问你 不管他到美国 他骂娘不骂娘都行 他不违反中国大陆的法律 那怎么不违反了 违反了 违反了 我跟你说违反了 好吧 你这个完全都不懂 然后我也想 我也想说你的一宗罪可以吧 这位朋友 你说吧 首先 今天我觉得 你刚刚说大头鹰怎么刷礼物什么之类的 我看你这个一百 一百多个视频吧 你这个三点几万粉丝 那我有理由怀疑你这个 测流量对吧 测流量 明测 对不对 那这个 交换一下价值观嘛 对吧 感觉就是大头鹰啊 哥们 违法出国挣钱 入境的时候 直接拿骂娘的口供去提交给人家 然后到这边打黑工 你跟我说交换一下的这个想法 然后咱俩交换一下的观念 我跟你有啥好交换的 你认为这都行的话 我跟你有啥好交换的呀 你懂吗 首先这个事情都是违法的 知道吧 你刚刚说不违反 咱们这边的法律实际上是违反的 咱们这边是这个属人原则 不是属地原则 知道吧 他不懂 他不懂 他哪怕去去美国当间谍 他也得拿他一点 对吧 他假装一下 对吧 假装一下 我的天你这个 你是真瞧不起这个行业 你这个认知 你这个 你这个一百多个视频怎么做得出来的 我一个视频都没有 我都十多万粉丝 你别刺激他呀 你这都不破房了吗 你这样的 你这都不破房了吗 哥们你对于法律这些东西你啥一概不懂 你根本不知道走线过来以后需要干嘛 需要骂娘 需要纳投名状 这个东西已经为法了 我知道他需要做一个那啥那个庇护 那你告诉我 他前提他需要生存吗 对吧 他需要生存 他在国内生存不了了吗 走线过来免费吗 哥们 少的掏十万多的掏三十 活不起了 再一个我想问问他在国内咋的了 走线的华人没多少人 没多少人 五六万不是人 维内瑞拉的那边呢 你别关心 维内瑞拉跟你有啥关系啊 这五六万人是不是人 我问你 不是 这么多一个地球上的 真没啥关系呢 那现在维内瑞拉跟你有啥关系 我听听来 我们都是人类嘛 然后呢 所以你要让我呼吁 你让我呼吁给他们改成中国籍啊 他们的孩子以后 比如走线的这群人 他在美国 你别跟着硬降了老弟 你不尴尬吗 你尬不尬 我问你尬不尬 这个 这个欧阳 欧 欧松阳道吧 对 对 欧松阳道 你是 哪里人啊 我想问你一下 不是 RPU有地址吗 哈哈哈 要问你什么证了啊 哦 香港那边的对吧 中国大陆山东 哦 山东的 山东你跟哪个城市啊 区号多少 你你你这个 你这个立场有点奇怪啊 我觉得 有什么奇怪的 听 那个咱听他把十个等完 这才第二个 第二个 就漏洞百出 难以自下了 咱先说吧 对不对 哥们你第二个你对法律都不清楚 你少说话 行不行 别人家的事我不管 我是中国人我管中国人的事 好不好 你你连法律都不懂 犯法了你都不懂 你不是干什么的 对吧 你也管不了 你只能说是 我管不了 对对对对 你能管 所以你支持他们走出来 我没支持啊 所以我 所以我我作为 所以我我作为我 我作为一个正常的主播 我把我该说的话说了 我让他们遵守法律 然后不应该了 不是 你 你 谁都管不了谁 谁都管不了谁 那我呼吁我该呼吁的应不应该 呼吁他们遵纪守法应不应该 你别说管 呼吁别人遵纪守法 别说管我管我当然没权力管了 你就说呼吁应不应该 你呼吁就有可能就影响他们思想嘛 对吧 我影响让他们让他们遵纪守法应不应该 呼吁别人遵纪守法应不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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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问你 不是你先听我说完去吗 你回答我问题你就继续往下说 应该还是不应该 呼吁人家守法 这还要你呼吁吗 你又不是什么公益大使 对吧 滚刀呢 是不是给人滚刀呢 你接着往下下一个问题吧 下一个问题 这样这样我跟你科普一下吧 这个欧崇洋道 这个是320条 咱们这边的那个行什么法 320条 咱们这边不叫偷渡罪 叫做偷越边境罪 知道吧 知道吗 你说这些没用 那啥有用啊 你能拦得住那些想走下的吗 我拦不拦得住 我该呼吁得呼吁啊 哥们我像你一样吗 不是用得着你呼吁吗 对吧 我呼吁管你什么事呢 你看我有流量你难受了 你做100多个视频 3万粉丝你难受了 你破房了 你看我收礼物你难受了 你不得劲了是吧 没难受 你就当我是一个粉丝都没有啊 对吧 啊 你跟一个粉丝没有 确实没啥区别 你讲话来给你站队的都没有 对对 我是说这个意思嘛 啊 你说这个意思 所以说明啥了 我问你呼吁别人遵守法律应不应该 对啊 为什么我们普通老百姓不能做普法宣传呢 我请问 你是瞧不起我们中国普通老百姓吗 你觉得我们中国普通老百姓不配做普法宣传 那他如果智商在他为啥会走呢 你为什么打心眼里这么瞧不起我们中国普通老百姓呢 我们连普法宣传都不配做了吗 你你你来国内你跟我讲 你在国外你跟我讲什么 怎么在国外不能说话了 在国外就不能讲了 有在国内 你上面那个给国内呢 跟你讲了 不是跟你讲了吗 我也不能说吗 我和大头鹰连迈跟你说什么 那你你和我连迈 那咋的你就是因为我现在此时此刻 没在国内不能跟你说 那你说你跟我连啥呀 我就是说你不要就是那啥嘛 人呢 就是来蹭的就是来蹭的 哥们你你今天就是这么想蹭吗 回头看看你蹭着啥了 140个视频 3万粉丝 我的天 还没有我 一个视频都没有高 啥也不懂 还上了整个十宗罪 第二宗给自己卡够庆 选择给自己噎死 你看整个十宗罪 能不能回来了 回来他把下面那个七八九十啥的都给我拿出来行不行 我就怕你这个 还有人给我刷礼物啊 真的感谢感谢 我刷给大陪云吧 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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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想通还是要讲道理 对吧 跟他们讲道理 就刚才这种滚刀肉 你是讲什么道理 给互联网上 自己觉得自己怀才不遇 甚至还有那么几个走线的 那个患者去支持过他 他表示像上来 吸收一般走线患者 想长长粉 结果一个没长上 让人哐哐一顿喷 CPU干烧了 成为了天大的笑话了 KPI没完成 啥也不是这种 好多好多 我也不在这上面新礼物了 我赶紧下去 好了 加油发贷 给发贷哥点点关注 你们看发贷哥 平时一整厨一说 我一个视频没发 十多万粉丝 多狠 多狠 来吧 我也说一下 不要给我这个号送礼物 也不用加我 这是我借的别人的号 不用送礼物 不用送礼物 礼物都送给主播 上来就打了 这种就是 你要依我看 这种连领钱的资格都没有 不配领钱 我先来说一下 我们先来说一下